9月初,南瓜变黄了 整室喜仁 9月初,西红柿也红了 已经摘下去好几个熟透了 这是那个姑娘果 倒幅以后,大量的 入9月,西红柿也大量的都变红了 成熟了,可以丰收了 其他的基地我已经采了很多了 这是我们的紫盖兰 旁边的这个菜也接籽了 很快就可以收获了 明年再接着重 今天这个芹菜 品种选的不是很好 有一点芹菜的味道 但是最主要的是那个很硬 下个月要总结一下 明年种哪些不种哪些 这Cale还是不错的 我已经收获两三次了 又长出来了 旁边那sweet chart 放的黄瓜 产量不是很高 但是还是蛮健康的 也开始要拉秧了 明年要好好地再搭一下架子 选个好的品种吧 底下胖胖的 这是我那一片 豆角 南瓜和玉米基地 豆角确实今年很不错 南瓜也不错 产量少 但是还是蛮健康的 底下的那个 豆角已经拉秧了 全都撤了 但是可笑的是 这个玉米 太有意思了 根本长不起来 你看一个个瘦小的 都看不到 它的碎都根本看不到 整个就当了一个 种了一个支架 你看看 几乎没有一个长出来的 估计是时间不对 阳光根本就照不到它们 那片草莓地 拔掉以后 重新种的豆角种子 居然长是非常好 看这底下的豆角 看这底下的豆角 家里已经冰箱里头 已经为冬天储备了 五六袋 冷冻豆角了 还有花儿出来 这个品种也蛮好吃的 南瓜搭上这饭子以后 一个个也就出来了 梨变黄还差一些 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 西葫芦 意思的是我这个 西葫芦爬到这个 饭子之外 巨大的一个 底下还藏了一个小的 底下还藏了一个小的 看看 大概是墙外这边的阳光好吧 看看 这个芝麻有三四米长 真漂亮 另一串串 丰富的西红柿 豆角 温食里的豆角 9月份的贝扫 九层塔已经开始开花了 该收子了 明年继续 种植 熟的柿子椒出来了 好慢呀 要是等它们来 作为我们的餐食的话 真得饿死了 忽略了一个巨大的黄瓜 它藏在这个 支撑的后面 之前没注意 行黄瓜 我的芦笋 叶子长得有 一人来高 明年应该有个非常好的收成吧 像小森林似的 压弯了我的塑料饭 大南瓜 也像吹气球似的 鼓起来了 上面有一个巴 是当时撑不住 掉地下磕的 豆角架 从另外一边 看后面还藏了一个巨大的一颗西葫芦 大概有五十厘米长 二三十厘米的直径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 第九颗南瓜 第九颗南瓜 藏在栗里边 丰收丰收 第九颗南瓜 第九颗南瓜 第九颗南瓜